這禮拜的東西請各位自行再完成吧 裡面其實基本上就是要把七段的七個SAP分別完成 然後最後寫一個主程式 也是透過這個主程式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那每一段裡面當然有一些程式如果你覺得可以做修正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這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以後的話當然頁數如果變更的話 可能你回圈的數量也許要跟著變 另外的話就是自動追蹤 如果它的資料假如是這個空白的話 那從1開始反之 其他大概就自行再把這個其他段的程式分別了解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把下載的資料 當然這個下載資料裡面做統計名次 那統計的方式的話大概我們需要假設 有點跟之前樂透採有點類似 第一個機率 那機率怎麼算 那當然呢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範圍先建一個名稱 所以呢游標放B2 CtrlShip向右向下 那總共有18005列的資料 這個範圍的話呢 把給一個名稱 也許叫大樂透 輸入之後按Enter 那再來的話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前面講過嗎 插入函數 利用那個conif函數 那conif裡面的話呢當然你可以按F3 去抓到大樂透的範圍 查一下這個範圍裡面的1號出現的幾率 1號出現的次數 所以conif是算哪一個條件1號的 OK所以他會幫你把裡面的資料全部找一輪 如果是1號的話呢 他就幫你算一次一次一次 不過你會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喔 這個conif還蠻人性化的 怎麼說呢 我們前面這邊的資料給的是1 1的話是什麼 1是數字1喔 可是你會發現conif他在幫你找資料的時候 他如果裡面是01的話有沒有 他會幫你算一次呢 他會喔 OK 所以喔 當然比較標準做法是應該喔 你要把前面的那個什麼 前面的資料全部都轉換成數字再來比對 可是喔 conif我後來發現喔 他其實好像不需要 按確定 他好像算出來 次數應該 算對嗎 274 我試一下喔 那如果說呢 你會發現前面我是沒轉換 那如果沒有轉換喔 跟轉換到底對還是不對喔 那當然可以驗證一下 到底他會不會找錯誤喔 我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1跟這個1到底一不一樣 他有沒有這麼聰明 自動幫我把這個1的數字 自動幫你把文字也當數字 自動幫你轉型來算 如果不確定的話有個方法 就是乾脆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怎麼樣 把它全部轉換成這個數字來看就知道了喔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把這些全部的資料 有沒有他都把我當成是文字來看待 那為什麼知道是文字喔 其實有幾個線索喔 第一個喔 它的0一定會保留 第二個的話 它的左上角會有一個綠色的一個標籤 OK 第三個的話呢 你可以看出來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它的對齊方式 如果是文字的話喔 一律會靠左對齊 那如果是數字的話呢 一律會靠右對齊 所以喔 大概會有三個線索 我大概可以得知 它是一個這個所謂的文字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我想快速的把這些全部變成 變成文字變數字的話 各位應該還有有印象嗎 如果你今天要轉換的話 其實在那個什麼 Excel裡面本身就有一個這個函數喔 它可以幫我們做完這一件 應該還記得那個吧 文字轉數字 有印象嗎 叫什麼 Value 有沒有 那Value的話呢 就可以幫你把文字資料 轉換為數字資料 文字轉數字 那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喔 那我應該要怎麼給它 其實很簡單按確定吧 那我現在是把游標先放在 乾脆是IE的這個儲存格好了 剛好就在同一列 然後呢 我就把資料丟給它 那你會發現呢 把01丟給它之後的話 它就自動幫你把01的文字 轉換為1的數字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有OK了 然後把它向右填滿吧 123456個號碼 然後再把它點兩下 向下全部填滿 OK 那這樣不就全部轉完了嗎 可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這些 這邊的數字變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有個方法啦 把它複製 但是記得喔 你要貼上的時候 記得你要怎麼樣 選擇性貼上喔 你不能直接貼 我說Ctrl-V貼上 直接貼到這裡 你會發現它出現什麼 Reference錯誤 參考 為什麼 因為它實際上是什麼 這個是參考它的嘛 結果你把它貼上 它就沒有的參考了 就失敗了 所以怎麼辦呢 選擇性貼上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只有值就可以了 選擇性要選擇 把它貼上只有值 OK 按確定 蓋過去 然後再把這個範圍的這樣 Ctrl-向右向下 Delete掉 看一下喔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比較正確的做法 應該什麼 把它全部都轉換為這個數字之後 再來處理 看一下統計的結果 看一下 Conif 不過你會發現喔 最後結果有沒有動 居然完全沒動 有沒有 所以喔 可見你的Conif這個函數 到底說它好還是說它不好 明明不應該幫我算一的 就去看它幫我算一了 也就是說Conif 有點像是懶人的這個函數耶 你不轉它也可以 所以喔 你會發現你不轉 結果也會是一樣的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好 那後面的話除以多少 除以 那一樣嘛 我們用什麼 Counts 所以其實跟前面的做法一樣 把大樂透所有的數字算一遍 所以你可以怎麼 用Counts Counts大樂透 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 一除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的一個機率 那最後的話呢 又按右鍵喔 出現格式 把它改成分數 我講過這邊 跟前面一樣喔 分數裡面的話 可以用 以100為分母 然後再制定一下 把它改成用1萬當分母 OK喔 1萬 然後 220 按確定 好那底下都一樣啦 所以向下填滿 那其他的這個機率呢 很快就算出來了 喔 OK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請各位注意另外一點喔 CountsOK喔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今天假設用Counts喔 假設前面的資料喔 如果沒有轉換的話 那 你這個後面的Counts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Counts只會算什麼呢 算它裡面是數字的部分喔 也就是說如果你剛剛沒有轉型的話喔 那你用Counts會失敗喔 我發現奇怪 怎麼好像那個 機率特別高喔 因為呢 就是說 它算的時候呢 只要你沒轉型 那就會算錯啦 OK 這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那我們得到機率之後的話 再把排名算出來 那排名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插入那個 統計裡面的 Rank.EQ Rank.EQ 特別注意這個 Rank.EQ 當然在舊版叫Rank啦 沒有點EQ OK按確定 那一樣呢 我們給範圍 不過這個範圍的話呢 當然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你的Number是給它的機率 Ref是給整個範圍 選那個B2 Ctrl Shift向下 那記得呢 一定要把這個B2到B 這個50按F4 鎖哪一個 鎖前面的2跟50 因為向下填滿會變動 這個是方法1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Ctrl C 然後把這個B2 Ctrl Shift向下 也就把機率這個範圍呢 也一樣把它定義一個名 叫什麼名稱 叫機率 比如說機率 Enter一下 OK 那如果你這個範圍 叫做機率的話 那你 假如用那個什麼呢 用Rank.EQ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F3 那就給機率就可以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前面有講過喔 如果你Number只有一個 它會幫你抓 它同一列的那個 B欄的資料 這個範圍的資料 那如果它需要的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它就會整個機率的範圍 全部抓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全部 這個是只有抓一個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就好了 那 定義名稱的好處啦 就是不用再加什麼錢的符號了 OK 可能會 有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那還有一個地方 因為剛好在YouTube上面 有同學就發問了 他說老師為什麼我這個地方 只要用機率就錯掉了 然後呢 用B2的話 就不會錯掉 後來發現喔 它的版本原來是 Mac上面的 這個Excel 所以喔 如果你的版本 是Mac上面的Excel的話 好像這個地方喔 會出錯喔 OK喔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大部分在Windows上 沒有這個問題啦 我大概就講 所以這邊就喔 但我還是比較推薦 你用那個名稱來做 然後按確定 向下填滿 再來的話呢 就把前期名給做出來 那前期名怎麼做喔 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 你可以幾個方法 把它列出來啦 這個列出來也許 前面程式有寫過啦 請各位就是 參考一下前面 樂透彩的程式喔 再做 那不過做前期名呢 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不先做的話 你可以格式化 什麼意思呢 格式化意思說 如果它的排名 是小於等於7的話 幫我把它前面的編號的 顏色變成黃色 有沒有 這個叫格式化 把它清除的話 就全部把它清掉 恢復 OK 格式化 意思就是 For I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列 然後呢 判斷它的C欄 Sales I列的C欄 如果小於等於7的話 那幫我把它前面的顏色 塗成什麼 黃色 應該還有記得吧 這是上上禮拜的東西喔 再來就算排名 那排名的話 可以拿這個來做修改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統計民事的這個 工作表先完成 那後面部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後面如果我要做 後面總共有 這個五個按鈕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完成 呢 OK